大家好,今天我们进入Linux操作系统基础的第七讲 在学习本讲内容之前呢,我们首先还是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讲的主要内容 我们上一讲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文件系统 以及文件的一些基础知识的,这个关于Linux文件系统的文件 它的目录结构,啊,它的目录结构 那我们说Linux操作系统,它的这个文件的目录结构啊,跟我们Windows不太一样 我们说它呢,是没有逻辑分区的,它没有逻辑盘 它是将整个硬盘,啊,将整个硬盘作为一个磁盘 然后呢,它只有一个根目录 然后呢,它是将这个磁盘呢,格式化的时候呢,是分成了不同的文件块 根目录上面有很多的目录,不同的目录呢,它有不同的作用 对吧,它没有逻辑盘,啊,它整个就是一个磁盘 而它跟Windows的区别呢,它的根目录的标识不一样 第二呢,它的这个区分大小写,啊,它要区分大小写 然后呢,另外呢,我们说它没有逻辑盘 所以它是磁盘的逻辑结构在管理物理结构 啊,它是将磁盘分成了很多的文件块区 而Windows是物理结构管理逻辑结构 它是先分逻辑盘,再在每个逻辑盘上去建立结构 啊,这是他们的一个不同 那,了解了这个部分以后呢 那么我们整个Linux文件系统以及文件的相关基础知识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 啊,就是我们Linux系统命令的基本使用这个部分 啊,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课程目标 好,那在这个部分里面呢 我们首先是要熟悉我们CEL中的一些特殊制服的使用 当然我们要掌握,熟练的掌握CEL常用命令的使用 并且呢,我们要学会CEL命令的一些自我学习方法 啊,因为它的命令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不可能每个命令都去讲啊 我们会把最常用的给大家讲了 那么我们通过学习这些常用的命令 我们要掌握一种学习方法 将来一些其他的命令呢,也用这样的方法去学习 啊,这个部分里面的重点 就是我们的常用命令的使用 啊,考核当然也是考核命令 这个里面说到难点,没有什么太难的 啊,那么 要求呢,就是把我们在课程上给大家讲的这些 大家自己要去演练一遍 啊,那么因为涉及到很多命令 我们这地方推荐,给大家推荐一个书籍啊 这个你在百度上都能下得到啊 Linux命令大全 我在这呢,已经下了 啊,那然后我稍后我也会给大家 啊,给大家 好,那么了解了课程目标,考核目标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进入到我们命令这个篇的第一 第一小讲啊 那先来了解一下我们share命令的基础啊 就是share命令是怎么回事 对吧,那在这个部分里面呢 我们呃,会有三个小讲 我们先来讲第一个小讲 首先要了解在Linux系统中share命令怎么来编辑 就是我怎么来输入share命令啊 以及在share命令里面呢,我们说可以有别名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命令行格式 就是在Linux系统中 它的命令输入的时候 它的格式是什么样的啊 首先是我们的系统提示符 这个命令提示符 然后呢,command 然后呢,options arguments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command就是我在命令提示符后面 我要输入我的命令名,就每个命令它都有名字 然后呢,空格要有个空格 然后后面的options代表的是选项 就是我的Linux系统中的很多命令啊 它是有不同选项 不同选项呢,它有很多作用 当然也有不带选项的 也有不用选项的这个命令 所以它是可选的 你看翻括号代表可选 那选项 然后呢,选项后面再加一个空格 然后就跟上参数 就是命令里面所需要用到的参数 参数也是可有可无的啊 有的命令有,有的命令可以没有 啊,这就是它的命令行的格式 那么我们在进行这个命令行输入的时候 使用这个命令 输入的时候就要按照这个命令行格式来啊 那么在输入命令行格式的时候 我们还要注意几点 第一个 在命令行的每两个部分之间 我们说它一定要有空格 就是我刚才说它一定要有空格分格 否则它就失业不了 它是个命令 然后第二个呢,每个命令行使用的最多的一个命令字符 就是你整个命令行你最多的一个命令字符只支持256个啊 而且这些命令 命名或者是选项或者是参数 它都是要区分大小写的 就是大写和小写命令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啊 然后不同的这个命令的这个提示符 它使用的分格符啊 为这个啊 为这个就是 然后命令中的这些参数选项都是可以多个的啊 那么这个参数实际上是什么呢 命令它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可以说命令 它其实也是一个可以执行的一个程序 它也是有它程序代码的啊 那么这个不这个程这个程序代码呢 肯定是以系统研发人员已经帮我们写好了 我们只是来用它 对吧 那它既然是有它既然是一个程序代码 那它实际上就实行实现一定的功能 那实际上这个参数就有点像什么呢 就有点像这个命令的实现功能的那个主程序 may函数的这个需要的那个参数 实际上是这样的啊 那么后面我们会讲这个命令的运行机制 我们还会去查查看这个命令的原代码 这个在我们的进阶部分的时候我们会去讲 那你可以看到每个命令它都有主函数 它是用c语言写的 那它传数里面就会有参数 那这个地方传的参数就会传入到我们的 组成那个主函数里面去啊 就会传输到我们的主函数里面去啊 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啊 这是命令行编辑的时候 它要求的一个格式啊 以及一些基本的语法要求啊 好 那么我们了解了命令行的格式 命令行的这个啊 那么就可以来输入命令行 进行命令行的编辑啊 输入命令 那么要输入命令 我们肯定要启动这个系统了 我们把这个系统打开啊 我们的虚拟机 我们启动我们的系统 进入到我们的 Linux上系统 那么我们来编辑一下 我们的命令 编辑一下我们的命令 我们可以用一些常用的命令 常用的命令 来编辑一下 好 好 这个启动呢 还是很快的啊 不会是我们进来啊 登录进去 那么进去呢 我们用这个命令方式啊 用命令方式 当然就可以用Counter加out F2或者F3或者F4或者F6 对吧 那么我们我们就随便选一个啊 比如我们用这个F2 F2 好 进来了 首先让我们输用户名 我们要登录 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在安装的时候 给的用户名密码啊 对吧 OK进来了 然后呢 我们命令怎么编辑啊 首先是命令名 我们说常用的一个命令 上次我们提到过 这个是打印当前工作目录 PWD 你看他就没有参数 对吧 就直接一个命令 当前工作目录是我们后下面的 WGA这个目录啊 是我自己的用户组目录 好 然后LS 它是列出这个目录下的文件 指文件啊 指那个文件加和指文 那个指文件加和文件 对吧 那LS它有选项 你看选项就是加-L 我们说是长格式显示 那就-L 对吧 然后这个就是没有参数 对吧 啊 没有参数 每个文件的情况 啊 好 这就是命令行的编辑 比如说我们还想 查看一下 那个改变一下 我们的当前目录 比如我改变到我的根目录 你看这个也是 命令空格 然后加选项 加参数 对吧 这个就是参数 啊 它就没有选项 对不对 然后我要进入到 重新进入到我自己的目录 对吧 我用的是绝对路径 对吧 从根目录开始的绝对路径 啊 这就是命令行的编辑 啊 当然后面我还会学习到很多的这个命令啊 好 那么了解了这个命令行的编辑 命令行怎么怎么来进行这个 敲入 那么说完这个命令行的编辑啊 怎么来敲入这个命令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另一个操作系统这个无邦图下面呢 它也支持在命令行里面呢 来使用这个别名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别名是怎么怎么来使用啊 那么命令行的别名的使用呢 我们说 它用的是一个alize 这个命令 然后呢 这个呢 是要起的别名 这个是被起的别名 就是这个里面我们是建立别名 alize 别名 然后呢 背起的别名是什么 一般呢我们会 呃 对于一些比较长的命令 我们用一个别名 这样的话呢 我可以节省 我敲入命令的这个字符数 对吧 可以敲得很快 而alize呢 它可以列出已经建立的别名列表 而alize呢 可以取消别名 啊 比如你后面跟上 你要取消的别名啊 那么别名有什么 这个别名 命令行使用别名 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可以想想 如果你这个命令 命令行比较长 对吧 而这个命令呢 经常使用 那你每次去敲这个命令 是不是就很烦 对吧 那我就可以给这个 比较长的这个命令 取一个别名 很简单的别名 每次我就使用这个别名 是不是就好了 对吧 啊 好 那么我们来 来看一下啊 如何来做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给 pwd这个命令 起一个别名 alias 我就取为我自己的 wd等于pwd 对吧 我就给我的pwd这个命令 起了一个别名 啊 回车 OK 然后呢 我们看有没有起成功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用这个命令 可不可以显示当前公众目录 是不是也显示了 当前的公众目录 是我的用户主目录 然后呢 我们 还可以 给 比如说我取 给我们的 给我们的这个 cd 起个别名 wgcd 等于cd 这个 对吧 我们让cd 回到根目录 这个命令 取为别名 啊 然后呢 我们来看 wcd 看 它是不是回到根目录了 你看 啊 我们可以用wgpwd 再看一下 哎 是不是根不弱 OK 对吧 然后呢 别名 它在取的时候呢 它还可以怎么做 它还可以取多个 就是你可以执行多个命令 用一个别名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wg 啊 这个 命令 然后呢 我给它取一个 cd 然后ls 这样 在这个命令 就这两个命令 用一个别名 OK 然后呢 那么cd是显示 这个进入到 改变当前目录 这个改变当前目录 对吧 ls是显示当前目录下的 这个 那个文件盒 文件件啊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用这个命令 它会怎么做 你看 是不是它 根目录 回到了根目录 而且显示了根目录 下面的内容 对吧 那这就是别名的 应用 啊 别名的应用 那我们要查看 我们的别名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用这个 你看 它就可以查看 你看后面这几个 是不是就是我们 所建立的别名 这儿 这四个 这三个 对吧 前面你还是系统 本身有的 对吧 那如果我要取掉呢 我要取消 比如说 on lis 然后我取掉 给一个别名 我取掉 wgcd on wg 命令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lis 你看 是不是就只有一个了 我们取掉了两个 对吧 啊 ok 这就是在命令行 使用别名 啊 如果你命令行很长 你就可以用一个 简单的命令 来代替这个比较行 长的命令行 对吧 就可以 简化 啊 好 那么我们本讲的主要内容呢 就是给大家介绍的 这个 命令行的格式 啊 在目光图系统下面 命令行的格式 啊 以及命令行的 编辑和命令行 别名的使用 啊 别名的使用 啊 好了 那么感谢大家收听 和收看 我们下一讲 再见 请不吝点赞